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但是我们要公开的呼吁 第一个经济部 经济部长为何如此的鬼鬼祟祟 鬼鬼祟祟 这整件事情为何如此的偷偷摸摸 无法公开的面对人民 这整件事情受害的是人民 真正的事件主体是公民 那整个权力 权力的主体也是公民 经济部应该要面对的是 公开直接的面对公民 有任何反对的理由 那我们在民主的社会 有什么样的情况下 是不能够公开来论战 公开来论理 所以经济部应该做的是 召开公听会 跟人民来谈道理 来辩论 公开辩论 而不是这样 私底下找李宪长一个人 透过密室谈判 不晓得是要透过什么样的谈判的交易 来威逼利诱李宪长进行某种程度的妥协 这让我们不得而知 所以一切有什么理由 是需要这样偷偷摸摸的来瞧 甚至知道公民团体要来 要来然后就把行程改掉 取消掉 躲起来了 这让我们匪夷所思 这竟然是我们的经济部 第二我们是呼吁李进勇县长 切记要完全的拒绝所有的密室谈判 否则将会让县长目前在人民心中的印象 完全共亏一亏 因为倘若县长接受了任何的密室谈判 那结果将导致无法让人民 让公民团体继续信任县长 因为密室谈判的过程 到底如何谈了些什么 哪些东西是否因此被出卖掉了 完全无从得知 那到时候县长要怎么解释 我想公民们都很难相信 而无法团结最多数的人民 与中央对抗到底 所以我们今天两点呼吁 就是经济部不该 如此的鬼鬼祟祟 要就召开公庭会 一切摊在阳光下与公民论产 而呼吁李靖勇县长 切勿接受所有的密室谈判 密室协商 才能取信于公民团结最大的力量 来兑现这个竞选承论 知识条例从一开始推动 一直到现在三途通过 一直以来都是不少专家学者 他们透过非常多的努力 然后还有包含县长去年在选举的时候 把它纳入了整个政见 一直到今年所有公民团体 给予了那么多的压力 也透过议会的支持 所以这个知识条例通过了 那这件事情的主軸 是不是应该放在全体人民的利益考量之下 而进行 那我们对于经济部今天做这样的决定 其实觉得有点痛心啊 那我们也希望县长可以在这一个事情上面 在后续的发展 可以由召开公厅会这样子的形式 广邀专家学者 包括所有全体公民 共同参与讨论 拒绝黑箱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诉求 这件事情其实从我接触到现在 六清跟县政府之间的 几乎是所有的对话都是在密室 包括16号的许可证审查 虽然它开放了公民团体进去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在更充分的情况之下 去和六清包括环保局做对话 那如果今天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尤其像昨天跟等一下前天 洪保署长也在媒体公开投书 在为中央背书 这件事情我们其实 最希望的是所有的审查过程 包括所有的环评 然后甚至是立法的过程 都可以公开透明 包括讨论的内容 讨论了些什么 而不是由经济部市长 带了某些条件 然后关起门来和现场对话 这个东西是民众不乐见 尤其是现在是民主法治的社会 那两个人在密室里面谈些什么 谈了什么 交易了什么 民众知道吗 这是我们要公开呼吁县长 拒绝这件事情的主因 那另外一方面是 我们要强烈谴责经济部 为什么会做出如此 判动民主、自由 还有法治社会的举动 这是我们今天最大的诉求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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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